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不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 是以驅魔為主題的韓國電影《驅魔使者》 先說結論 韓國電影近年來的特效水準大幅提升 在這部以驅魔為主題的作品裡 就呈現出了頗為驚人的惡靈附體 以及華麗的驅魔儀式場面 雖然本片的劇情沒有太多的轉折 但是演員們的表演都十分到位 其中男主角蒲旭俊帥氣的武打 或是安勝基飾演的慈祥建議神父 以及兩人之間的火花是片中的一大亮點 電影裡雖然發生了許多事件 劇情的走向卻很明顯地是為了鋪陳續集 也因為如此 片中有一些故事線沒有收尾或是解釋 但也讓我們會期待看到後續的相關作品 故事敘述男主角龍厚 原本跟當警察的父親一樣 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但自從小時候爸爸因公訓職之後 覺得被天主欺騙了而背棄的信仰 成為了一個只相信自己能力的職業格鬥選手 某天在夢中遇見父親醒來之後 右手突然出現了像針刺一樣的傷口 不只疼痛更會不時地流血 並且不管如何治療都無法癒合 在機緣巧合之下 龍厚遇見了驅魔失敗的安神父 並靠著手上的傷口消滅了一隻惡魔 靠著安神父的陪伴與開導 龍厚漸漸覺得上帝並沒有放棄他 連跟安神父一起踏上了驅魔使者之路 但是此時出現在他們眼前的 是威力強大的惡魔軍團 以及一隻被稱作神聖的蛇的惡魔 今天的節目我們除了會分享這部電影教了我們的事之外 也整理了一些片中出現過與驅魔有關的物品與象徵 試圖回答一些你看電影的時候可能會有的疑問 跟許多類似主題的電影一樣 驅魔使者強調的是信仰的重要性 以及善、惡之間的拉扯 但是《驅魔使者》裡面有提到兩個觀點 讓我們覺得很特別 男主角龍厚跟他的爸爸都是很虔誠的教徒 爸爸對於善與正義的堅持 更是能從他專注於警察的工作 最後甚至英勇殉職上看得出來 爸爸始終相信 只要一心向善對抗邪惡 上帝一定會保護他們 但是這樣的理念對年幼的龍厚來說無法理解 在他的心裡所謂報應就應該是 好人不會死於非命 以及壞人就會受到懲罰 這樣子非黑即白的道理 因此龍厚不懂 為什麼同樣虔誠的媽媽 會在生自己的時候難產死掉 所以他還天真地問爸爸 當初是不是沒有向上天祈禱讓媽媽平安度過 爸爸告訴龍厚 他的確有認真祈禱 但是媽媽也向上天祈禱 能讓龍厚平安出生 而媽媽應該是祈禱得更努力 所以上天回應了媽媽的祈禱讓龍厚出生 後來龍厚遇見了安神父 也把心中的這個疑問告訴他 問他是否能夠理解上帝的安排 安神父說 在我們小的時候 父母會幫我們做很多事情 我們大多時候都無法理解 但卻會相信 因為我們深信 父母是深愛著我們的 所以出發點一定都是為我們著想 神父說 上帝就是我們的父母 因此我們應該做的 不是去猜測背後的原因 而是相信上帝所做的一切 都有祂的道理 而且是深愛著我們的 這個觀點在電影裡面 曾經出現過很多次 而龍厚也在經歷過不同的事件之後 慢慢發現 他對於上帝的誤解 是源自於無法理解上帝 在當下所做的安排背後的原因 例如龍厚一直以為父親的死是上帝的背叛 但最後卻明白了 父親的死是為了要成為龍厚內心最大的支柱 也成就了他對於上帝堅定的信仰 上天或許不會直接給你答案 但總是會給你找到答案的機會 另外一個我們覺得很值得深思的觀點 同樣是來自龍厚對於上帝矛盾的情感 從小跟著父母信教 龍厚耳濡目染 深愛並且深信著上帝 父親身受重傷的那一天 龍厚不停地向上帝祈禱 父親能夠平安度過 甚至還拜託教會的神父一起幫忙 但不管兩人如何努力 爸爸還是走了 深深覺得被上帝欺騙、背叛的龍厚 看到前來靈堂置疑的神父 一把抓起爸爸遺照前的十字架 用力地往神父臉上砸去 看著鮮血淋漓的神父 龍厚的心被仇恨與憤怒給淹沒 從此放棄了對上帝的信仰 接下來的20年 龍厚過著獨自一人的人生 除了自己他誰都不相信 也誰都不依靠 後來安神父堅定的信仰讓他開始動搖 但是他卻嘴硬告訴安神父 自己不信上帝 安神父說 你不是不信 你只是恨他 但你之所以會這麼恨 就是因為你曾經深深地愛過 龍厚猶如大夢初醒 才驚覺到自己並不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而是對應他不回應自己的禱告感到憤怒 進而轉成恨 但也因為心中存著恨 讓他無法再次感受到愛 也才會讓身邊的惡靈有機會影響到自己 比起恨一個人 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愛任何人的能力 I will be to love anyone 驅魔使者裡面出現了許多跟宗教有關的物品與象徵 我們特別整理了一些資料 用Q&A的方法來回答你可能有的問題 相信可以讓你對電影有更深的認識喔 龍厚在長大之後 有一天在夢中遇見了父親 提醒他要信奉上帝 醒來之後龍厚發現 右手掌上出現了許多像針刺一樣的傷口 還會不停地滲出血來 後來安神父告訴他 那是耶穌被釘上十字架時的傷口 也就是所謂的聖狠 神父說聖狠有時候會出現在極為虔誠的人身上 並且有治癒與虛魔的能力 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 聖狠像是一種罕見的皮膚疾病 而從宗教角度來看也很難解釋原因 因此教廷對於絕大多數的聖狠案例都不置可否 唯一承認的只有十三世紀時 聖方济各身上出現的 與耶穌受難時情況一致的五傷 也就是雙手、雙腳與左鞋 劇中的大反派是一個沒有被提到名字的惡魔 他藉由黑主教所獻祭的靈魂中獲得力量 而作為回報 他賦予了信徒們強大的力量 甚至還能長生不死 雖然電影裡沒有明說 但是從黑主教稱呼他為神聖的蛇裡推論 這隻惡魔有可能就是撒旦 在聖經裡撒旦的形象就是一條蛇 最擅長的就是誘惑人類犯罪 像他就曾經在伊甸眼中 誘惑亞當跟夏娃遮下禁果 導致人類被放逐 在許多的電影裡 凡是進行驅魔儀式時 驅魔者至聖的關鍵就是要得到附身惡靈的名字 問名字的原因眾說紛紜 但是在聖經裡名字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上帝將第一個人類取名為亞當 Adam 就是人的意思 而當神懲罰人類時 會從世上消除他們的名號 宗教也會以上帝之名或是奉基督之名進行駐導 另外名字也象徵著神對於一個人的旨意 例如先知Abraham原本的名字叫做Abraham 在他99歲的時候 上帝向他顯現要他做多國的父 因此把他改名為Abraham 意思正是許多人的父 從這些事蹟上不難看出 名字對於一個人,乃至惡魔 是有相當的影響力的 當驅魔者掌握到惡魔的名字的時候 除了能夠知道他的身份來歷之外 更掌握了命令他的能力 才能夠號令他離開被附身的人 電影裡《安神父》有一個公式包 裡面裝滿了許多驅魔用的道具 我們整理了一下一般驅魔電影裡常見的道具 以及在電影裡呈現的威力 當年耶穌受難時所背負的刑具《十字架》 是最常見到的驅魔道具 材質從華麗的金屬寶石到樸實的木頭 到用手勢筆畫出來或是用兩根手指組成 都可以當成十字架 但或許是因為太常見了 他的效力好像沒那麼強 往往惡靈都只是會被嚇到 然後隨手一拍就把它打掉了 《聖水》是被神父或是主教祝福過的水 主要的用途是洗禮或是祝福人、地方與物品 在許多的教堂裡都會見到裝著聖水的小石子 聖水的威力滿大的 不管是直接噴灑或是用子彈、弓箭沾上一點 都會對惡魔造成像被熱水燙到一樣的傷害 天主教裡的念珠叫做玫瑰念珠 最早出現在四世紀 是修士們用來計算每天送念經文次數用的輔助道具 在電影裡安神父曾經給過龍後一串 由教宗所欺負過的念珠 實際上沒有什麼驅謀威力 主要是用來增強持有者的信念 驅謀者在進行儀式時 口中往往都會誦念《天主經》 《天主經》又稱主導文 記載於《聖經新約》中的《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十三節 以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到第四節 經文的威力頗為強大 不只惡靈們聽到時會覺得痛苦萬分 驅魔者也會隨著經文進入高潮時提高聲量 在聲勢大漲時順勢喊出 告訴我你的名字 然後惡魔就屈服了 在許多的驅魔電影裡都會出現所謂的聖物 這些通常都是耶穌或是聖人們所留下的物品 甚至是身體的一部分 例如寶血、聖骨、聖杯等等 因為這些物品都直接接觸過聖人甚至是耶穌 因此擁有極大的驅魔威力 任何邪靈在這些聖物面前都會瞬間被秒殺 驅魔使者裡面濃厚的聖狠 其實也是象徵著耶穌的傷口 因此擁有同樣的威力 最後一個常常在驅魔電影裡看到的驅魔道具 並不是一個物品 而是源自心靈的力量 而這些力量往往來自那些被附身者人的親人 因為惡魔大多是利用一個人心理上的弱點進行切入 而這些弱點通常都是源自一個人 因為缺乏了身邊人的關愛所造成的寂寞 所以當人們的心中空缺被愛給填滿的時候 自然就形成了最強大的力量 可以對抗所有的邪惡了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對於驅魔使者有了更深的認識了呢? 我們一直都很喜歡這一類驅魔題材的電影 也覺得驅魔使者雖然有一些缺點 但還是有很多精彩的元素值得一看 歡迎你在留言裡面跟我們分享 你還喜歡哪一些以驅魔為主題的電影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 也歡迎到Facebook、IG跟LINE上面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就可以看到我們介紹更多的好電影喔 dus 一些新的片子 讓導致絬咪 一切 殺到